2024年2023日,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在温哥华的列治文和氏剧场成功举办了涵盖乐队的演唱会,吸引了700多名热情的音乐爱好者。 此次活动不只展示了涵盖乐队将传统音乐与现代摇滚完美结合的非凡才华,也凸显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 今天涵盖乐队的演唱会的能够发起呢,主要是因为我跟多伦多,我们另一个协会来共同发起的,形成了这次的加拿大的巡演。 他们2月17号现在多伦多演了第一场,那今天2月23号呢在温哥华演第二场,因为涵盖乐队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这个内蒙古的八位蒙古汉子组成的一个民族摇滚乐队, 非常典型的代表我们这个中西合璧的一个乐队,在海外巡演已经超过了500场以上,所以我们希望把中华文化这种优秀的传统和现代结合的这种乐队和民谣呢,民乐呢,带给我们北美的这个世界,北美的这个华人社区,包括一些其他族裔, 让他感受到我们在这个民族的音乐基础上呢,又添加了很多西方的元素,我想今天会是一个非常现场很嗨,很震撼的一个欢乐的现场,我也希望大家非常enjoy今天的performance。 先欢迎你来到温哥华,那温哥华有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吗? 我们刚从那个多伦多来到温哥华,就是温哥华的天气特别舒服,特别清新的感觉。 对,就是气候移人。 还有没有带给观众一些关于海外的元素或者不同的作品? 最关键还是我们涵盖的风格,蒙古音乐为基础,就是在现场享受吧,我觉得。 好,谢谢。 活动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的杨书总领事参加。 今天非常高兴啊,到这个河石剧院来观看航盖乐队的演出,我觉得呢,在大温地区能够欣赏到我们内蒙的乐队的演出,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那么正巧呢,现在又是元宵节了,我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能够体验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当中,另外一种风格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么一种演出。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那么也是祝大家这个农年快乐,元宵节快乐,万事如意。 作为主办方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的执行会长,也是这次活动的名誉主席,我非常期待杭盖乐队能够在温哥华为我们的华人社区的朋友们献上一场带有浓郁的草原特色的陶梯盛宴。 马上我们就要欣赏一曲。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灵魂和肉体的竞歌、竞舞。 好,我们拭目以待,祝他们成功。 祝这次演出圆满成功。 今天为航改摇滚乐队带来了两束花,这两束花都有意义的。 这一束呢是草原的一个创意,有青草还有盛开的鲜花。 这个呢是蓝天花海的创意。 看美丽的蓝天,然后呢下面是丛容的花海。 这两束花呢送给我们来自草原的熊音乐队,预祝我们的晚会演唱会圆满成功。 这个呢是草原的熊音乐队。 在这场令人难忘的演唱会中, 《寒盖乐队》带来了他们的招牌歌曲《寒盖》和《轮回》。 这两首作品曾帮助他们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夺冠。 乐队的精彩演出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持续掌声, 更巩固了他们在全球音乐界的领先地位。 自2004年成立以来, 《寒盖乐队》作为一支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高度赞誉的世界级民族摇滚乐队。 由队长伊里奇带领,成员主要来自内蒙古和青海。 他们通过将中华蒙古族的传统音乐与现代摇滚的元素巧妙结合, 不仅展现了其艺术魅力, 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寒盖乐队》的成就包括获得第五届阿比鲁音乐奖年度单曲奖, 首届唱工委音乐奖CMA年度乐队奖, 以及由现代传播集团颁发的第十届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称号。 他们的巡回演出已经覆盖全球五大洲的六十多个国家, 进行了超过五百场的演出, 通过音乐建立起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再次展示了他们的独特艺术地位和无限魅力。